你怎么会融资那么多钱呢 你怎么会融资599万这样不多啊 现在因为我们那十多年前的时候 一百万就是很多钱了 就是哪个有一百万 那十几万块钱就很多钱了 现在的话我身边认识的朋友 千万的亿万的很多很多钱 钱不是问题是吧 就是关键问题是 他觉得这个东西重要 第二来就是说你要融资 第一的就是说 这个资金的流动性非常重要 对吧 你看那个我刚才讲了 硅谷银行 他一下子就就是没有流动性 他就一下就就关门了 第二来就是说 就安全性很重要 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 这个你看美国 你把钱放到美国银行 或者是美国的这个美联储 或者这些就是美国的银行 他一下子要就关门了 要就冻结了 也不安全了 现在比特币为什么涨来了 比特币前一段时间掉到一万六 现在掉到两万八 可能会涨到几十万 真的不便宜 涨到几十万 几十万是完全可能的 因为为什么呢 信任危机的 因为现在美国是 有个定时炸弹 什么叫定时炸弹呢 第一现在美国整个社会乱了 美国内部暴动直端的分化 分化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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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